对女人想要破坏男人的相亲 竟然不惜给全家的饭菜下骨 原本苏婉是想好好地做一顿美味的午饭 撮合一下霍肖涵和她的相亲对象 可现在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心情 也不用那么上心 用我妈准备的食材 简简单单地做几道就行 婉丫头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和小慧丫头都是霍家的客人 你也跟小慧丫头去客厅坐着 这厨房多热啊 上次你走之后 小慧就一个劲地往厨房钻 一大早就起来和我一块洗衣做饭 今天来客人了 她反倒厨房一步都不踏入 我上学的事需要和叔叔多多费心 所以下厨做饭是应该的 也是小慧那丫头表现得太过明显了 我都看出来萧涵就只拿她当妹妹看待 霍首长也是怕她不明白 所以这才让霍主任尽快安排人来家里 给萧涵相亲 这会儿她看着人家教师那么优秀 应该死心了 吴妈有意暗示着苏婉 就霍家在北平的地位 要不是因为苏家曾经救过霍首长 是不可能和一个乡下女孩相亲的 以苏小慧那个嫉妒心和心眼 可不会死心 搞不好在憋什么坏水呢 苏婉才不管这些 正好也省得她把所有心眼 全都用在她身上 苏婉拿出盐罐 却眼尖地发现 这盐巴有的细腻 有的却有着晶体颗粒感 她有些疑惑地翻了翻盐罐 这些颗粒与细盐混合在一起 不仔细看还分辨不出来 吴妈 这盐罐是刚补充的心眼吗 对呀 今天来客人了 我重新开了一袋心眼倒进去的 那这些盐怎么不一样啊 要说是之前没用完的旧盐 也应该在底部才对 怎么全都混在一起 而且这颗粒感 看着也不太像正常的食用盐 怎么不一样啊 哎 奇怪了 今早我倒完 袋子里就剩一半了 怎么又好像变多了 苏婉将盐带拿过去一看 里面都是十分细腻白净的细盐 没有一点颗粒感 她脑袋突然一下就炸开了 这是亚硝酸盐 也就是工业盐 是有毒的 有人故意将原先的细盐倒回去一半 然后混入了亚硝酸盐 不用去想 我都知道是谁把盐给换了 就跟当初原生第一次做饭时 苏小慧故意用带有农药 残留的碟子 装菜 害全家人中毒 现在她又想顾及重施 让整个货家吃了中毒 既可以让我背上谋杀下毒的罪名 还能搞黄这次的相亲 到时候货家中毒 方雨身亡 我被公安逮捕 而苏小慧则忙前忙活 日夜不离地在医院照顾中毒的货家人 收获货家人的心 最终成功嫁给货小韩 我怀疑 苏小慧腿被牛踩伤 原生根本就是冤枉的 是她自导自演 栽赃到原生身上 想到这 苏婉又仔仔细细检查了 一段调料以及食材 为了以防安医 所有要使用的碗菜和盘子 都重新清洗了好几点 之后 盐罐里的盐它没有动 而是重新开了一袋新的盐 汽去炒菜 它还让姨妈跟上次一样 留意着苏小慧的主动 即便现在说出来这盐有问题 苏小慧也不会承认 并且也肯定把剩余的亚硝酸盐 给毁灭掉了 这期间 为了确保万一的苏小慧 还特意溜到厨房的窗头 今眼看到苏婉从盐罐里 挖出两勺盐撒入菜中 然后就重新回到客厅 拿出一本题 一脸乖巧恳切地走到方芸身边 询问着他题目 霍小涵一直没有到家 方芸也就只能坐在旁边 听着长辈说话 见到苏小慧主动找他问题目 这笔下就能凸显出他的聪明吗 方芸自然十分乐意地 给苏小慧讲解 方芸也十分得意受用 这些数学题目都是最基础的 根本就不难 是这个香巴佬太笨了 不过既然能够给他表现了机会 他当然也十分耐心愿愿地讲解 随着午饭时间的到来 我妈将做好的一道道菜端上了桌 苏小慧看到这也收起了数学题 去厨房帮忙 刚走到厨房 就看到苏婉有些手忙脚乱地 收拾着打翻的盐罐 连忙上前 生怕被苏婉发掘盐不对 小慧 你快重新拿袋盐出来 这些盐都沾了洗肉的水不能用了 苏小慧都要笑了 这下倒是给他省了不少麻烦 马上拿出那半袋盐给苏婉 小慧 这件事你可不可以不要让霍奶奶和霍叔叔知道啊 我也是不小心的 姐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告诉霍奶奶和霍叔叔的 我们可是亲姐妹 苏小慧满口答应 眼底却快速地划过一抹狠光 他们才不是什么亲姐妹呢 等到时候 我家人吃了全体中毒送到医院 被诊断出亚硝酸盐中毒的时候 我就把苏婉打翻盐罐 将洒掉的盐倒入洗手池中的事情说出来 到时候就彻底坐实了 他想要毒害霍家人以及方瑜的事情 至于动机 当然就是他没办法在北平上学 又不能嫁给霍肖寒 由此恼羞成怒 丧心病狂地痛下杀心 再加上他本身就有贤科 霍家人甚至公安肯定会相信的 他只能白口莫辩 晚丫头 我来给你拿盐 不用了 吴妈 小慧已经帮我拿了 小慧 你跟霍奶奶说 这个冬瓜海带汤还要再煮一会儿 把海带再煮烂一点 让他们先吃吧 好的姐 苏小慧看了一眼锅中正在煮的冬瓜海带汤 所有菜中也就只有这一个汤能喝了 转身就走出了厨房 中午 汽车引擎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 是肖寒回来了 霍肖寒身姿朔长鼻挺地走进客厅 眉眼冷峻 如画中人一般俊美坚毅的五官 散发着清冷而又禁欲的气息 让芳瑜看了一颗心脏直跳 甚至都不敢与之直视 李素梅也更是抬起头去打量 就这份刚冷 傲骨铮铮的气势 也是认定了这个未来女婿 霍团长 你好 我叫芳瑜 是励志高中的老师 你好 霍小涵 阿姨 你好 长得真是又高又俊 比照片上更上相 也更成熟稳重 来 大家快坐吧 饭菜凉了 就不好吃了 霍红芒 常常招呼着大家入座 看理科长和方往事的反应 应该是对萧涵十分的满意 这相亲就是这样 第一次见面 双方觉得合适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打报告申请结婚了 婚后再慢慢培养感情 萧涵从小就是个冷淡性子 话少 一直不开窍 上军校的时候 都有女孩子追到了家里 她硬是不理不睬 结果别人军校一毕业就结婚了 只有她拖到现在 芳瑜姐 你尝尝这道菜 谢谢小灰妹妹 我自己来就好 芳瑜坐在霍销寒对面很是羞涩 连眼睛都不敢抬一下 对于苏小慧的示好 脸上虽然挂着微笑 但是心里却是嫌弃得要死 这个香巴老家菜都不知道用功快 谁要吃她的口水啊 苏婉这肉炖得很不错 李科长你尝尝 是挺不错 看样子应该是在家里做惯了 难怪刚来北平就能找到保姆这份工作 就是这肉炖得有点烂了 时间不用那么长 肉吃着有嚼劲才好吃 还有这与我们家保姆都是清蒸 那味道叫一个鲜美 红烧的话反而会盖住于本身的味道 还是农村来的姑娘 手巧能干 不像我家芳瑜就知道死读书 光是成绩好有什么用 连饭都不会做 妈 做饭看着菜谱就会做了 哪有读书考试那么难 说的也是 以后结婚了 多下厨练运就会了 李素梅跟着附和 既抬高了芳瑜 又将辛苦做了一顿饭菜的酥碗 扁得一文不值 霍萧涵微醋了醋眉 有些反感 李阿姨 这些菜我都是按照霍奶奶和霍叔叔的口味做的 他们年纪大了 所以肉我就多炖了一会儿 这么喜欢找事 待会儿我就把杨书记请霍萧涵去家里吃饭的事情告诉他 通过杨书记的嘴让霍萧涵知晓 他们这对母女的真面目 然后重新给霍萧涵介绍一个对象 他看得出来 这对母女对霍萧涵是非常的满意 尤其是芳瑜 完全是一副小女人的姿态 李宋梅被苏婉对了回去 脸上有些无光 想不到一个乡下丫头 这么牙尖嘴利的 等芳瑜和霍家的亲事定了 他就立马让霍家将这个香巴佬送回老家 连同那个苏小慧一起 苏小慧从头到尾就只加一些蔬菜吃 而且加一筷子吃好几口饭 期间还不断地喝水 但是却不断地给旁边的芳瑜加菜 什么菜汤汁多 炉子多 就给芳瑜加 苏婉将苏小慧的举动都尽收眼底 事实也真的如他所想的那样 他不明白苏家人虽然宠袁深 但是对苏小慧也不差 一家子也都是敦厚老实的人 为什么苏小慧的心思会这么恶毒 苏婉见大家吃的差不多了 这才起身走进厨房 将煮好的汤端上桌 苏婉丫头 这汤好像有点淡了 货团刚从外面回来 应该出了不少汗 就需要多补充点盐水 这样啊 那我再添点 苏婉很是听话 转身拿了盐罐子过来 就往汤里面加了一手 霍小涵刚好吃完一碗饭 也要去盛汤 苏婉的结语微微轻颤了一下 快速地从霍小涵手中拿过汤勺 李阿姨 您再尝尝咸淡合不合适 接着苏婉又帮霍老太太 霍建国以及霍红成了一碗 先放在一边等电风扇吹凉了再喝 这个香巴佬 做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方芸也跟着咬了一碗 一边吹一边喝了一口 又迫不及待地喝了第二口 苏小慧清楚地知道 这碗汤是所有菜中最安全的 也咬了半碗汤泡饭 嗯 这下汤就好了 就是盐放尺了 冬瓜没煮入味 下次早点放盐就好了 可能阿姨年纪大了 味觉有些退化 我吃得正好 这让李苏眉脸上 不由露出一抹尴尬 没有想到 这后团长竟然这么维护这个香巴王 霍红健壮打人圆场 方芸却突然为李一阵难受 脏嘴就吐了出来 整个嘴巴都泛着不正常的黑 方芸 你怎么了 妈 我感觉呼吸有点困难 警官在苏小慧也觉得一阵恶心 同时肚子还有些不舒服 没想到亚硝酸炎毒性这么厉害 他都没怎么吃 今天反应这么重 不过他意识还是清醒的 李科长 汪老师 你们的手和嘴巴 他们好像中毒了 快打120找救护车 一听中毒 李苏眉一下想到 是苏婉因为昨天在商场的事情 故意报复他们 立即指着苏婉说道 你竟然在菜里下毒 你真的好歹毒的心啊 姐你不能因为不能在北平上学 火家人不喜欢你 就怀恨在心 再犯菜里动手脚啊 姐 所以在厨房的时候 你是故意把盐罐子打翻 然后把盐全都倒进洗手台 用水冲走 就是因为那盐有问题 是亚硝酸炎 这种工业盐有剧毒 中毒后的反应就是 上吐下泻 呼吸困难 唇角发黑 大哥 你这是带回来一条毒蛇呀 苏婉 这是怎么回事 霍叔叔 这盐罐子里的盐 是小慧拿给我的呀 是这汤有问题 是李阿姨他们 喝了加了这盐的汤 才出现中毒反应的 好像是啊 我们没喝过那汤 都没什么反应 霍家人也才意识到 他们好像都没有 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正在做痛苦呕吐状的 苏小慧一下愣在那里 瞪大了眼睛 怎么会 我明明亲眼看到 苏婉将盐罐里的盐 全都倒进水池冲走 那盐罐子里 怎么会又有亚硝酸盐的 那亚硝什么盐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之前我做菜的时候 用的就是盐罐子里的盐 烧汤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盐罐子弄撒了 正好小慧过来了 拿了一袋盐给我 我就用小慧给我的盐烧的汤 这些无妈都看到了 是的 这汤就是用小慧丫头 给的那袋盐做的 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奇怪 早上的时候 明明只剩下小半袋了 但小慧拿出来的时候 却又变多了 霍叔叔都答应我 只要我考得好 就能帮我转学 而且也许诺我 就算我考不上 也会为我找一份好的工作 给我介绍对象 让我在北平安家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小慧 我知道你和霍团长 相亲半年没有结果 而你又十分喜欢霍团长 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坐在椅子上 一脸虚落 嘴唇泛黑的芳瑜 一下明白过来 原来你之前和霍团长相过亲啊 难怪你会对我这么热情 一直挨着我给我夹菜 自己却没吃多少 你一个小丫头 年纪轻轻的 竟然有着这么狠毒的心肠 没被霍团看上 竟然就想毒死我女儿 我一定要报公安 比起苏婉 明显苏小慧更有作案动机 以及条件 苏婉成绩差 化学就只考了23分 估计连元素周期表都被不全 又怎么可能知道 亚硝酸盐是什么 苏小慧的脸色 瞬间变得异常苍白 死死地咬着唇 瞳孔紧缩 她清楚地意识到 她的计谋被苏婉识破了 从一开始 苏婉就认出了 被她掺在食用盐里的亚硝酸盐 所以她将计就计 故意当着她的面弄撒盐罐 又让她重新拿一袋盐过来 让我妈看到这一幕 之后将她拿的食用盐 换成了她掺在里面的亚硝酸盐 她诬陷没成功 反倒被反杀了 她真的没有想到 她那个蠢货姐姐 竟然有一天会变得这么聪明 或叔叔或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盐是我路过一家熟食店捡来的 我看上面写着亚硝酸盐 就以为是盐 我还尝了一下 确实是咸的 我就把这袋盐带回了家 然后倒在了盐袋子里 我真的不知道亚硝酸盐有毒 如果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又怎么会拿冬瓜海带汤泡饭吃 苏小慧一边痛哭流涕地解释着 接着又开始 冲着芳瑜道歉 轰轰地磕着头 芳瑜姐 我是真的不知道 亚硝酸盐有毒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乱解路边的东西 我也是看你是我的学姐 我才对你格外的亲切 我真的没有坏心的 苏小慧最擅长的 就是装可怜 耐惨 现在的她 是要多凄惨 就有多凄惨 额头都磕出了一道红印 谁是你的学姐 亚硝酸盐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想害死我 芳瑜恨不得动手打她 但看在霍家人 尤其霍团长正看着她的份上 她只能强忍着 李素梅也更是连搭打了 苏小慧的心都用 勃然大怒地指着苏小慧就开骂 你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谁姓啊 就这么巧的 在我和你儿来霍家相亲的时候 你就捡到了亚硝酸盐 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也不颠量颠量几斤几两 什么高知都想攀 我一定让公安查清楚 绝不会放过你 李阿姨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苏小慧哭得越发凄惨 见霍家没人来阻止 劝说 她索性抬起手就用力地扇着自己的脸 那一巴掌下去 几乎将她半张脸都打红了 啪啪啪地左右开弓 死毫不留纪念 苏婉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 苏小慧的举动让她越发相信 原生就是被冤枉的 一个能对自己这么狠的人 对别人只会更狠 她都能自导自言 被牛踩伤腿 区区几个巴掌 又算得了什么 霍虹健壮连忙去栏 毕竟苏小慧也中了毒 而这时苏小慧突然晕死过去 区医院的救护车也在此时赶了过来 最先把昏迷不醒的苏小慧 抬上救护车 然后李素梅搀扶着方瑜也上了救护车 最终证实 确实只有冬瓜海带汤里有压硝酸盐 其他饭菜都是正常的 三个人吃的都不多 也就方瑜稍微严重一点 要多挂两瓶叶 而苏小慧症状是最轻的 至于为何会昏迷不醒 想要知道确切的原因 还要等病人醒来后 做一个全身检查